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系列,夜内点评 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的职业形态 比如这些,这些,还有这些 往往形势非常新颖,吸引着年轻人们的目光 但是,和公务员或者白领那种相对透明的薪酬和晋升不同 这些新职业的主义门槛还有收入水平往往不为人所知 而这也导致大众会对他们有很多误解 比如就画一幅画,凭什么卖那么贵 比如就拍拍妹子也算正经职业吗 而本系列的目的就是对这些新职业做一些科普,消除误解 同时也为想要入行的新人们提供一些参考 那么第一期的主题是画师 画师在网上是一个既广为人知又非常神秘的群体 小到QQ微信的头像表情包 大到我们玩的游戏,看的电影动画 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画师的作品 但如果我真的问各位画成什么样才能养活自己 一百一千和一万块钱的画有什么区别 相信没有多少人答得出来 所以本期我找来了十张不同的二次元画作 也找来了九位行业里的嘉宾 我会让他们每个人逐一看画给出评价 并说出一个他认可的价格区间 给各位一个最直观的认知 那么我们的嘉宾分别是 Sam Ashton,独立游戏公司美术总监 作品海沙风云,Steam好评如潮 曾在日本游戏公司任职角色原画 目前同时负责内部及外包稿件审核 KSR3,B站绘画区百万粉up主 做过很多画室和漫画领域的科普和教学内容 英野亚游梦,艺术院校在读学生 兼职画师,Vup给我画过很多次头像 Bison仓鼠,知名自由插画师 参与过多个二次元游戏项目 包括战监少女儿,钢铁花儿兹 少女前线,苍之静元等 全网粉丝过百万 Oleki Genia,Square Enix概念美术设计师 拳头游戏签约插画师 小镜XJ,同人社团右手定则主催及设计师 现就职于某大型互联网公司担任美术PM 团表哥,知名条曼段子手 明日方舟官方表情包画师 参与过明日方舟云图计划 全职高手机动战机等游戏的宣传制作 夜店皮卡丘,女性向古风知名画师 参与过望穿风华路,幻书启示录 古剑奇谈二手游等游戏的宣传 以及国内某知名约稿平台的负责人 可谓是乐化无数 应该是最熟悉约稿市场的人之一 由于说一,请这么多嘉宾来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覆盖了画师,学生,平台,甲方,以及买家 他们的画风和从业经理也千差万比 所以等一下可能不同嘉宾 对于同一张画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那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尽量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 开始之前要特别声明一下 其实做这个系列想想就知道 有那么一点点敏感 但我想说,无论一会儿给出的价格 在你看来是高了还是低了 那都是嘉宾们根据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得出来的 所以还请各位理性讨论 好了,那么各位最好准备 我们正式开始 关于这张大头的头像 9位嘉宾里有8位认为达不到商业标准 有一位认为有一点点希望 估价上,9位嘉宾给出最低价格0元 最高价格400元 这里是每个嘉宾的具体价格区间 然后可以参考一下部分嘉宾的点评 真实情况是 这是一张在拼多多上画29块9买到的 真人二次元画约稿 几十元价位的绘画店里 充斥着这种画风和完成度的作品 相信有不少人都买过 相信大部分人都能看出 这张图比上一张要好一些 9位嘉宾里有7位认为达不到商业标准 一位认为很难 还有一位觉得这个水平是可以接到商稿的 价格上有两位表示无法估价 其余最低出价50元 最高出价400元 以下是部分嘉宾的点评 真实情况是这是我在淘宝上找了一家 投降的约稿 花了270块钱 那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价位你们能否接受 我个人而言很难说这张比上一张是好还是坏 只能说风格不太一样 9位嘉宾里有6位认为达不到商业标准 有3位觉得有一点点可能 价格区间上最低100元 最高1000元 以下是嘉宾的评价 真实情况 这也是我在淘宝上买到的约稿 不过它的价格只有100块 这张图很显然完成度高了很多 而且看起来更有二寸的味儿了 反映在嘉宾的评价上 只有两位觉得没有达到商业标准 有四位觉得有机会 有三位觉得已经达到了商业标准 估价上最低估价是100元 而最高的估价直接给到了800到2万 因为商稿往往来自于企业或者公司的需求 他们的给价就会更高 可以看到认为达到商稿标准的三位嘉宾的价格上限 都比其他人要高得多 实际上这张并不是约稿 而是一个我的画师朋友提供的图 我觉得更要感谢这些愿意提供图的画师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图拿出来被别人评价的 这是一个一组三张的头像 论完成度其实不算高 但是九位业内的嘉宾没有一个人觉得没达到商业标准 有六个人都觉得完全可以商业 报价上最低300元 最高7000元 让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最让我意外的是 有一位嘉宾直接认出了画这套头像的画石 那事实上这确实是拳头的前画师做的 只不过这是一套NFT艺术品 这套图叫做杀手女友系列 一共有7777张 其实它的逻辑有一点像那种换装拼图网站 在一套模板上套用了各种不同的发型 衣服和道具 这里面每一张的价格都在一个ETH左右 也就是将近3000美元 但它的售价也远远超出了它本来应有的价格 这是一张很精致的二次元半身像 9位嘉宾里有5位认为达到了商稿的标准 有一位认为还没有 价格分布上最低估价450 最高估价15000 以下是嘉宾们的回答 这张图也是我的一个画师朋友画的 这看起来很像3D渲染的图 其实是一个叫安亚LadeUp主用iPad画出来的 这是它的绘画过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反正我是完全没看懂 但最后的成品精度真的高的离谱 这张图在我看来肯定是大神级别 而嘉宾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 有6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商业 有两个认为很难 还有一位认为不能 在价格上有8个人都表示无法顾价 只有一个人觉得至少值5000以上 让我们来看看嘉宾是怎么说的 这幅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看了的人都出牛逼 但没有谁知道这画到底卖给谁 该卖多少钱 但也说明了太过风格化的东西 在市场上的流通就没有那么的顺畅 这应该是两个篇写实风的东西 同人图分别出自星际牛仔和攻克机动队 我选它的原因是 它的画风和前面几张反差很大 嘉宾们在这幅画上同样表现的比较纠结 一个人觉得不能商业 三个人觉得很难 四个人觉得可以 还有一个不知道 价格上七个人觉得无法顾价 还有两个人给出了顾价 分别是1000到3000和5000以上 第九章是一个有点年代感的漫画风作品 它的风格和我们现在流行的二层画风完全不一样 但嘉宾们的答案却非常一致 八个人都觉得这可以达到商业的标准 在报价上有四个人觉得无法顾价 给出报价的五个人里 最底价是100元 而最高开价是5000元 事实上这幅画的作者叫Mr.是一个1969年出生的日本艺术家 这个人据说是村上龙的大弟子 那可想而知人家是玩艺术圈潮流圈的 这幅画是被打印出来的版画 名字叫高中生的故事夜夜 一共有100版 这人的作品之前也登上过加德拍卖 那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的画溢价一定也是很高的 一版也要售价3650美元和2万多人民币 九位嘉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出的报价远远不如他的真实售价 但确实他们都能看出这幅画的作者是有功底的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面对这张画 九位嘉宾全票通过 同时在估价上也是全场最高 最低的给到了5000的起价 而最高已经来到了10万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点评环节 不知道嘉宾们的回答和给出的价格和你想象的是否一致 那总结一下我想聊的第一个点就是一幅二寸的画到底能不能卖几千上万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量和接单量的平衡 现在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的薪资期望一般应该也在5000到1万之间 那对于画室来说比如说他每周能接到一单一个月就是画四单 那他每张的单价至少要在1000以上才能维持一个跟同龄人一样的收入水平 那如果他想月入过万的话他的到手价就必须大于2500 但如果你想把报价翻倍你需要做的工作量几乎也是翻倍的 就意味着你在同样的时间里要更干 所以对于一个全职画师来说他要不然就是提高产量 像淘宝店那样可能一天就能画一个甚至更多头像 然后他每个卖几百块钱 那要么就是走精品路线 你可能一个月就接一单但是一单就上万 所以归根结底无论是便宜的画还是贵的画 都有其生存的空间和存在的价值 那我们今天看的图主要都是二次元的插画或者头像 像其他的原画设计场景设计 包括一些3D渲染我们都没有设计 那只在这块里也可以看出画剂和你的报价是有相关性的 但并不是绝对的相关 更重要的是你的画风是主流需要的 像这三张我自己买的画虽然画的不是很好 但因为它的画风是有市场的所以依然卖的出去 然后就是其实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约稿市场的行情 那很多平台都会有一些大数据 比如某个平台就统计了在个人约稿的头像这块 成交价集中在160-370这个区间 而插画类就更贵一些集中在390-1000 至于要求更高的虚拟主播会用到的live2D 一般都在700-2000多之间 但其实商稿的价格也是看得到的 比如说你在这上就可以看到他们一般都是小几千起 不过以上所有这些的画师 其实他们走的都是技术路线 就虽然会受到一定知名度的影响 但总体上还是你的技术越高 你的报价就越高 但是如果你选了另外的赛道 比如说NFT 比如说潮玩 那你的画基本就可以脱离你的画技去定价了 只不过对于那些领域来说 你只会画画是完全不够的 具体怎么入得了行谁也不知道 那接下来我还请几位嘉宾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和心得 可能文字量稍微有点多 但是想入行的各位可以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那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期 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尝试成分 就我远没有把画师这个行业完全说明白 所以欢迎各位在形式和题材上 多多的提出各种建议 对于画师这个职业 我觉得它本身是一个天道酬勤的职业 甚至有一点卷 但是在卷的同时 你也要知道自己的定位和追求 比如说我就是要挣钱 还是说我就是热爱 我要追求我的艺术境界 可能选择不同的风格 你要侧重的点都不太一样 所以各位想要成为画师的观众们 也可以去多多的找大佬们交流 然后多看一下行业里的前辈是怎么在运营自己 这样可能对你的职业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好了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